來到高雄捲血中心的血庫 本該擺滿的架子上 只剩稍稍擠藍的血液庫存 受到疫情衝擊 民眾不敢到捲血站捲血 讓血庫也成了疫情下的受災戶 因為上個禮拜 因為梅雨季節的影響 還有最近因為高雄地區 疫情逐漸升溫 所以我們的捲血人數減少 跟平常比大概減少了3到4成 那庫存量的部分 今天早上7點半的庫存 是只剩3.2天 捲血人潮剩不到一半 民眾如果擔心自己有確診 或是居家隔離中不能捲血 捲血中心也提出相關規定 只要身體沒有狀況 在暫緩捲血的期限後 就能加入捲血的行列 檢驗確診陽性有症狀的 那麻煩您自痊癒後 14天內就可以回來捲血 那如果你是確診陽性 但是是沒有症狀者 那就麻煩您在確診的當日起 開始算隔14天後就可以回來捲血了 那現在目前因為真的疫情很嚴峻 但是病友們並不會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然後就不需要用血 所以現在血庫是非常緊急的狀況 為了提升民眾的意願 高雄捲血中心也在端午連假祭出抽獎活動 連假期間只要到捲血室完成捲血就有抽獎資格 希望大家一起來晚秀救人 那這個活動主要是鼓勵大家 因為以前我們連假期間大家都會外出去玩 那因為現在疫情很嚴峻 大家都自主管理會在家裡 那希望大家能夠做好防護 那可以如果身體健康的話 可以來我們的捲血室 然後捲血救人 疫情衝擊 血庫大告急 嚴重短缺的存量 已經無法百分百滿足醫院的用血需求 呼籲民眾只要身體健康 就可以趕快來加入行列 用身體例行捲血一袋救人一命 記者邱建勋 高雄報導